先和前经历胡马 与近期未离婚任小三 并与老婆老离婚 今晚她染了红发 穿着西装 等第十五届 Geeky Box风云榜演出 一开场演唱备胎时 就跳下舞台 坐在栏杆上对观众演唱 还深视清了观众的手 近期她评语风向 踏语新欢丽雅 上健身房健身的影片 果然颇有成果 几乎全场跑透透 直接绕了小区的二楼 看台区一圈 走在MMA围起来的边墙 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尽管深陷负面新闻 谢和贤登台演出 人是人气网 引起不少观众尖叫语和唱 而没想到之后 突然牵起旁边女粉丝的手 就直接强吻后离开 这还不是现场 第一个被她强吻的 谢和贤整首歌 几乎绕场一周 而且到处爬到处跑 一度跑到一位 抱着女儿的妈妈旁边 唱着唱着又突然牵起 小女孩的手强吻 之后跑到另一区 站在一对夫妻旁边 但谢和贤不只当着 别人老公的面前 搂他的太太 同样也抢吻了他的手 而之后谢和贤 唱的牧羊人时 就把上身的衣服脱掉 秀出全神刺青 而这失控的情境 也让身边的保安和工作人员 一路奔跑跟随 而谢和贤突然冲进观众席 有粉丝一看到他来 就到头往后逃跑 甚至谢和贤在一楼摇滚区 也硬要站上栏杆唱歌 让趴甘去的粉丝一年无赖 在前一晚的深夜 11点左右 打了通电话 给扣嫂 谢和贤要求要离婚 不过 凯安娜不愿意 所以谢和贤表示 不离婚 就去死 自己只有这两条路 凯安娜回应 这是要以死威胁我们 记得谢在挂电话之前 大骂了一声 破麻 17日晚间 11点左右 谢和贤跟扣嫂凯安娜通电话 电话当中 凯安娜主意澄清谢和贤 在媒体对自己的指控 而且双方还一度要相约出来谈 不过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而就在电话结束前两分多钟 谢和贤表示要离婚 但是凯安娜却说 自己想维持下去 谢和贤说 我不想维持下去 凯安娜回应 那你想要怎么样 你想 肃请离婚吗 对此谢和贤回应 我想要肃请离婚 不然我就去死 凯安娜听到之后 立刻回 哦 你现在要以死威胁我吗 谢和贤说 对啊 我只有这两条路 凯安娜 你现在以死威胁离婚吗 谢和贤接着说 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听到这边 凯安娜还是相当冷静的说 就因为你外遇被我抓到 所以你要以死威胁我离婚 谢和贤否认 我不想跟你生活了 你都没有帮我的生活加分 一直在原地 一直在原地 完全没有进步 他问 现在也过得比较好吗 结果对方立刻说 我过得很好啊 我每天都在健身 运动打拳击 每天过的生活很充实 有人帮我安排行程 他才回 哦 那你的工作为何都被取消 谢和贤把工作被取消这件事 怪罪于凯安娜 都是你害的 遭凯安娜反斥 他听了气的挑战回答 你害的你害的 共五次 双方对话过程大约14分钟 最后凯安娜说 你肃请离婚不会成功的 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而且我也不想离婚 老公 说完之后 还反问谢和贤 有话要说吗 不然还有事要忙 必须挂电话了 但在挂电话之前 谢和贤丢了一句破码 感谢和贤的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